前方企圖從防火箱溜走 大批圓警一路狂追 在窄小昏暗的防火箱抓到人 前方被包圍早已無處可逃 好幾名援警將他控制住上鋼 嫌犯情緒激動 因為他毒瘾發作 沒錢買毒 一個小時前跑到超商搶劫 事發在10號凌晨1點多 高雄市鳳山區瑞新路上一家超商 50歲的詹姓嫌犯 頭戴安全帽 身穿黑衣走進店內 站到櫃台前 一開口就喊搶劫 店員嚇壞了 不敢反抗 馬上拿出收銀貴裡8300元的現金 嫌犯得手後騎車揚長而去 不過警方在接到通報之後 循著逃逸路線搜查 馬上就鎖定了嫌犯的位置 全案花生到查獲 於一個小時內迅速來破獲 並查扣剩餘之暫緩 新台裔300元 詹嫌初步詢問 坦承來花案 稱是一位毒瘾發作 缺詢購買毒品 挺著左選而自超商來恐嚇取財 警方一搶到8000多元現金就拿去買毒 花到剩下300元 他沒拿武器出言恐嚇電源 威脅他交出錢財 被警方依恐嚇取財 移送偵辦 至於毒品的來源 天台有待局查 TVBS新聞趙莉高雄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